你說生不生氣 好小喔 那它就會是一杯非常昂貴的服帽熱衣 你認為你自己有無患肺炎的話請你一定要緊急的就衣好嗎 不要自己在家裡面自己在那邊泡這個泡這個你不會好 嗨 歡迎來到200歲你今天在這裡嗎 今天我們要做傳說中的蜂蜜威士忌 你知道蜂蜜威士忌最近在台灣掀起什麼什麼後果嗎 不知道 就是有一個英國人啊 他人住在武漢然後他講說他在武漢得了武漢肺炎 然後他不想要吃抗生素 所以呢他靠著喝蜂蜜加熱水加威士忌就治癒了自己 你說生不生氣 滿好笑的 今天呢我們就是要教大家傳說中的蜂蜜威士忌到底是什麼 然後怎麼做 那實際上有沒有這款飲料呢 其實是有的喔 他其實是叫做Hot Tottie 那他可以算是一種偏方 他們認為說你喝了這個蜂蜜威士忌的話 是有助於讓你的那個血管啊 就是有流動你知道嗎 血液循環好 對對對 循環好 喝醉了其中一個表現是中文能力低落你今天醉了嗎 然後呢會讓你就是舒緩緩解你的一些症狀 尤其是你一直狂流鼻涕的時候你可以喝 好 蛤 蛤 這就是很重要的一點 如果你喝酒的話請你一定也要喝足夠的水 因為喝酒的話會讓你脫水 所以你一定要多喝一點熱水這樣子 OK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始做吧 非常的簡單 首先呢 呃你需要準備威士忌 然後 任何威士忌都可以 你可以使用那個Jack Daniel 我看網路上面很多人都用這個做 那因為我們家沒有茶壺 只有這個這個東西 然後茶壺你先用熱水把它給就是泡過讓它屬於熱的狀態 然後呢你要加入50ml的威士忌 50ml 對 倒下去 OK 然後呢這個就先不要丟先把它放著 然後加一些薑 好 薑的話就是看你高興你要加多少就加多少 然後呢 你需要一些檸檬汁 那一樣我們檸檬汁也加50ml 再來呢你需要 蜂蜜 就是蜂蜜威士忌嘛 這蜂蜜 我這蜂蜜因為太冷所以有點冷 大概是兩匙左右啦 哇 進去裡面 哇 然後呢你需要一些的那個 上次我忘記這叫什麼 我一直說叫豆蔻 其實它叫什麼 丁香 喔這個叫丁香 那你需要大概 兩杯的量的話你大概是需要 三到四顆的丁香 然後再加一些 八角 那如果你有肉桂棒的話你就加肉桂棒 沒有的話呢就也沒關係 那現在可以請你幫我削就是這種皮嗎 因為我不太會削 這個是要削皮的喔 對就是放幾顆在裡面這樣 你可以使用橘子柳丁或者是葡萄柚的皮都行 那因為我們家剛好有很多橘子 所以我就選擇用橘子皮 小塊比較好刪放喔 那我們就把橘子皮給丟進去 好大概給它攪一攪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要加的就是熱水 就是整個是滾燙的啊 哇塞 聞聞看 適量 威斯基味道很重 一直要個人喜好 對 這其實就會不會很像浮帽熱影啊 滿有趣的味道 然後我們要把它靜置大概三到五分鐘 如果你家有那種茶壺的話那是最好 因為它保溫功能非常的佳 OK 那我覺得武漢肺炎呢 在台灣其實大家是非常幸福的 因為至少大家還有口罩可以買 然後大家是那種六塊 現在好像是兩片變成十塊 可以買得到 那其實在英國呢 我們現在已經買不到口罩了 然後網路上面的價格已經被轟抬 轟抬到一個九十九匹你知道嗎 就是你要將近一半買到一片口罩耶 超過吧 一片口罩要台幣四十塊非常的貴耶 誰要買啊 除外國人也不買 然後其實我不太清楚 為什麼英國的口罩會整個被搶購完畢 我覺得應該是亞洲人狂買 因為我認識的英國人歐洲人 他們都沒有在屯口罩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口罩還是沒有了 所以我猜想應該是有些不效業者 去買了一大批的口罩 然後上阿瑪粉後面在那邊賣 因為我看網路上面價格變成是一片一半 超級地貴 那希望大家呢 記得你一定要勤洗手 如果你沒有口罩的話 那你還是要記得常常去洗手 因為我們在外面會東摸西摸又碰一下臉 所以你最好絕對都要去洗手 有口罩就去買口罩 然後跟著政策走 然後有酒精就買酒精 如果沒有酒精的話呢 我記得你可以買95%的酒精 然後把它稀釋變成75% 因為75%的酒精 的殺菌力是比95%還要好的 所以喝了吧 那我們現在就來喝喝看 然後在喝的時候呢 我看那個 Jamie Oliver 也是破產的那一位 就是 餐廳倒閉的那一位 他說呢 在你的杯子裡面 再倒入一些威士忌 這樣 就是一點點的威士忌 然後再把這個倒下去 那他就會是一杯 非常昂貴的福茂熱飲 我們來喝喝看 剛剛那個威士忌這樣蹭到我那個 威士忌味道非常的重 喝一口 剛剛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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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加熱水 然後你又 你這個 又加回去 所以 感覺那種布又被你 弄到了 他喝了真的是 你整個就熱了起來 我現在整個覺得 有一股氣 從底這樣 吐吐起來 你喝喝看 厲害 他會讓你真的血玉士嗎 我覺得姜可以再多一點 因為我喜歡很辣的感覺 你覺得如何 其實喝起來 這個 香味好多 水果味 這個風味 我覺得他把那個威士忌的那個 唇的味道又更展現出來 這個冬天的時候喝非常好 因為 我的朋友他們跟我說 他們以前喝這個就是在 非常冬天 即將要春天的那個時候喝 就現在 那這其實就像是偏方 就有點像是我們以前 阿嬤會用鹽巴夾在黑松沙斯裡面 給我們喝 治療我們喉嚨痛 之類的這種偏方 是沒有什麼根據的 只是就是 可以緩解 你的一些症狀 那如果你認為你自己有無患肺炎的話 請你一定要緊急的就醫好嗎 不要自己在家裡面 自己在那邊 泡這個泡這個 你不會好 好嗎 那今天就這樣啦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平平安安 掰 下次見 其實蠻好喝的齁 不錯啦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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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